伊拉克富爾德武裝人員正在趕赴敘利亞北部城市科巴黎 援助當地與伊斯蘭國擊進分子作戰的富爾德人 伊斯蘭國武裝過去幾個星期以來一直試圖奪取該地區的控制權 一批富爾德自由戰士星期三早上飛往土耳其 隨後在土耳其安全部隊掩護下前往敘利亞邊境地帶 另外還有部份武裝人員的車隊亦在星期三進入土耳其境內前往敘利亞 這批武裝人員配備重型武器 土耳其政府表示不會派遣本身的部隊去參加科巴黎戰士 但在上星期同意 准許來自伊拉克富爾德地區的150名戰鬥人員穿過土耳其前往科巴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